全油管最快新闻,东京电力公司将于24日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和污水排海计划,但天气条件可能导致取消。 他们计划在海底隧道排放经过稀释的1200立方米和污水,但如果海浪过高,海上监测点无法测定浓度,排海计划将被终止。 该计划对于国际社会来说,受到了强烈的批评和反对。 多国人士和媒体指责日本行为不负责任,要求撤回排海决定。 此次计划将排放共7800吨和污水,未来几年预计总计排放3.12万吨,穿总量为5兆贝克勒尔,相当于冬电年计划排放量上限的两成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小天下事。